有位同村隊的同學 你們有沒有聽到自己的表演 我有點緊張的 因為我們只是 錄音的時候看過一些很煩的角色 然後最終的結果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看 剛才看到有些人說 我看完說OK 我自己覺得是不是真的 懷疑自己也會是這樣 因為剛才我們四個是未看的 剛才借票大部份都是粉絲看 粉絲一定有粉絲的淚鏡 所以也期待究竟街客看會是怎樣 還有我們最緊張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次的題材比較特別 所以我們主打的是香港市場 如果純打香港市場 我們會不會去到2000萬或以上的票房 這個也是我們很擔心 我們跟導演和監製一樣擔心 因為監製就說 如果我們有2000萬票房以上 應該是可以開續集的 因為《一目正常》本身 有很多篇不同的故事 原住是 所以我們可以長拍長有 《一目正常》 《四五六七》都可以 如果票房好的話 無期改名字了 是 《一目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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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厲害 OK 夏天有西瓜 《一目正常》 她很厲害 肥仔超厲害 她說我支持你 無刀西瓜 她越來越厲害 她戴著後色監相衣 大家掴給page 多謝盡絡條 如果工作上 我們也是會借票 就好像借票 其實我們已經安排了 一邊路會借票 一定會借票 但是大家那天不用工作 然後又多長口日子 就要借票 激amed 由港島18區我們都預約了車 送我們去每間電影院寫票 未必說每天都借 如果每天都借不是不可能的 要防成績日日節升的話 我們都要借 收得越好我們會借得越多 雖然薪金我們沒有加 但我們都會繼續努力去搭借各位粉絲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